嘿嘿,哈囉,我們今天要來四字南村 買貝果 四字南村 就在後面 哇,我太不專業了 等一下我們就要進去裡面買貝果 做我們今日的午餐 它叫做好秋,走吧 前面再加進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新年快乐!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逼吃逼解货》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 炒秋的Vagel 还有 波波酒加我们的珍珠 我们最近遇到一些奇葩问题 然后顺便回顾我们过一年的现实动态 对有些很有趣的 然后也算是很代表性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自己一过 这一年有没有参与其中 没错 然后话不多说我们先开吃 对 对 其实我们在后台会收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然后 当然大部分很多是跟信仰有关 但是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 其实让我们不太知道要怎么回答的问题 这个网友说呢 他剪到结缘玉手 玉手 大家知道吗? 就是那个 清单图片 放了两千块 这个网友就咨询我们说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通常捡到钱不就是应该 拿去捡下去 但我知道你可能想要把它捡回家 我以前那个小时候捡到钱的时候 我同学都会直接跟我说 马上就要把钱花掉 不然厄运会 不然就会很衰 厄运会降临 我事后听到这个我就想说 哦可能是会怕说捡到钱被人家抓到 会被警察抓 但是因为这个网友的 重点应该是里面有两千块 所以 良心问题该怎么办 去问主耶稣 如果 照理说应该是要 送到警察去 然后做个笔录 那个失去结缘玉手的人 也在找他的两千块 或是他在找结缘 后来回顾我就看到有人问说 我要怎么做一个乖小孩 应该是觉得自己不乖 所以才 那你就想想你做了什么不乖的事情 找一些爱情问题 就是例如说 我喜欢那个男生 我该不该去跟他告白 跟哦我去告白了 结果之后我们没有很尴尬怎么办 或者是不该不该跟这个人复合 嗯 就是不是在你的立场上的话 其实我们也很难回答 然后我们也不能够 很犯性的回答 这样你也会觉得我们也回答到 所以蛮特别的 那家暴这种问题就 真的除了私讯我们以外 就真的去报警 因为如果是已经危害到你的生命 觉得还是先保护自己比较重要 嗯 然后再 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 你才能够想接下来的事情 但是这些问题其实都 我们都不是当事人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难给出一个正确的回答 所以有时候也许是你收到了我们的回答 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 或者是 嗯 一些我们会分享 水深植树上面文章的见证 就是可能有跟你 类似或相同经历的人 一面我们也是寻求成的帮助 但另外一面我们也还是需要 嗯 找到一条怎么处理这件事的方法 嗯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那时候一起 嗯 然后我们问大家说 毕业生的毕业聚会是怎么度过的 嗯 然后这个话题延续就到 大家的毕业招是怎么拍的 可是就 为了大家 奇怪尴尬的拍照口令 这一篇就是讲到 地瓜野 这是我们限动触及率最高的 对 大家对这个非常有感觉 就是地瓜野 哈哈哈 不过他相关的话题主要其实就是 毕业嘛 嗯 因为 呃 去年 呃 五六七八 就是台湾疫情升级 所以 呃 很多学生可能就 在家上课之后 毕业生他们可能就没有毕业典 所以 很多人其实对这个 欸不能 好好的跟自己的朋友说再见 或者说觉得自己好像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就这样 就没了 就结束了 嗯 有点错愕这样 所以 这个也算是去年 呃 我觉得在可能是追踪我们IG的很多的是学生 然后他们很有感的一件事情 嗯 还有我们第一次出外景 耶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 哈哈哈 吃豆腐卷 豆腐卷 就是大烤前 吃个豆腐卷 然后那天其实我们其实是想要带大家去吃状元糕 但我们找不到状元糕 哈哈哈 不是找不到就是有一些波折 哈哈哈 然后就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 做碰糖 哦 碰糖 所以碰糖 也算是跟上时事 因为就是有余游戏 嗯 所以我们就做了碰糖 但是因为碍于我们办公室的设备 不能使用明火 所以 实在是做得很辛苦 做了三小时 那个碰糖 不起来就是不起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的影片的惨烈状态 没错 哈哈哈 然后另外还发现很多 地震文 哦对 地震也是触及率很高的限度 去年好像蛮多地震 然后跟 停电 哈哈哈 我想大家对 停电应该是蛮有感觉的 另外就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嗯 就是泰鲁哥 好 对 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其实 因为新闻都一直这样报 就看了也蛮难过的 嗯 去年我们也有去吃这个 麦当当 的BTS套餐 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蛮可爱的 那个粉丝就说 他是 他是追踪房贷IG的人 就是他很喜欢房贷 然后但是他也跟我们说他很喜欢我们的贴文 叮 就觉得 哇 他说 每个有质感的温暖又打众人心 不知道有几个夜晚是哭着看着我们的贴文的 哦 然后很感谢我们可以拉近他跟神之间的距离 阿们 然后当时啊他阿姨们有需要所以他就传了我们的贴文给他 分享 就传福音给他的阿姨 太棒了 谢谢这位阿姨 还蛮感动的 嗯 就是借着大家的一些感谢文啊 就是蛮吉利的 对 所以我们有点 动力 让我们能够继续产出 然后你们也可以就是使用我们所制作的东西来传福音 没错 嗯 然后 也可以分享我们的IG给你的朋友 让他不只加BTS的IG 也可以加我们的IG 真的 希望有照一日 我们也可以 突破 先突破十万就好 哈哈哈 谢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粉丝和网友 没错 最近终于破八万了 耶 八万多了 虽然你两千万还是很远 哈哈哈 再来是很感谢大家 嗯 的支持 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努力 继续支持我们 继续将神的话传出去 拜拜 拜拜 拜拜